第一次搭专列出访 第一次被外国媒体包围 第一次跟强权领袖握手 金正恩的北京行好风光 北韩媒体报道 这桩美事是金正恩先提议 北韩国宝李春机 眉飞色舞报新闻 中南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 中南人民共和国 不过南韩媒体从细节看出 表面上习近平给金正恩 红毯高规格平等接待 言谈间你小我大 李学主则展现第一夫人应有的 落落大方 不论是屈前握手 在坐车内向车窗外媒体 会以手致意 在钓鱼台宾馆查训 举止优雅得宜 北韩新闻也罕见 不以同志称呼李学主 李学主和彭丽媛 都出身国家级歌唱家 不同的是李学主 嫁给金正恩之前 上过半年新娘学校特训 从服装笑容到仪态 完美塑造上得了台面的 金家好媳妇 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 就在金正恩当着习近平的面说 朝鲜半岛无核化 是北韩不变的立场时 金正恩重申 如果南韩和美国 营造和平稳定氛围 北韩是可以做到半岛无核化 偏偏4月1号 美韩联合军演就要启动 金席会 金文会 金川会 谁才是北韩核武 终结者 中韩美 全力较劲 三立新闻张信恒报道 谢谢